你懂得用以下這兩個字 你平日一生不會充滿力量 第一個字 就是個老字 OK? 不是老點你 你收到嗎? 如果我說不是點你 好像自己都沒什麼信心的 不是老點你 過馬車 你明知給我老點 都要給我老點 老陳 所以搞清楚 每一群人都說 哎呀 我在緝巾啊 怎麼這麼壞啊? 我老臭啊 超臭 同樣原理 你賣版 你就犯法 你賣老版 啊 聖木仔 當然有時候你會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是會叫做老廚 而一個很舊的機構 就叫做老生 你想申請入會 就準備一封老 不是老 不是就不老 來 這些老字 各位 主要就可以令到一個 創白無力的普通市民 變成一個深不可測的江湖中人 你想想 如果你朋友問你 喂 今晚吃完飯有什麼做啊? 你會怎麼說 有什麼做啊? 不是 消化一下嗎? 什麼做啊? 消化一下嗎? 不是 打電視 那樣睡覺嗎? 什麼 當然你可能 你不要那麼壞 但是你會認識很多朋友的 是不是 OK? 但是 如果你懂得要 那麽夠老 各位 朋友問你 吃完飯有什麼做啊? 你怎麼行? 老燒 消化 嗯? 接著就戒一下老電 看電視 戒它 接著就老電 點床 沒有運行 就起床 吸老牛 喝牛奶 不是 接著就回去老隻咯 點完床 點隻 再過多一會 就拍個老A咯 早餐裏面的A餐 接著就夾老鐵咯 好像打劫 是不是? 不是 是坐地鐵而已 你夾到啊? 你夾到啊? 原本你真是很無聊 在家裡 現在你是什麼? 你是老少 老電 老隻 拍老A 你原本是困在家裡的 你現在的feel是強得 好像困在鑑倉 你原本只是在家裡吸塵 現在是監獄風雲 啊啊啊啊 喂 誰啊? 做什麼? 老吸咯 老吸完做什麼? 老洗咯 神經病 洗黑錢洗碗 你厲害到人家都不相信